大家好我是小悠 又在10月13号 七龙珠发布了新的动画预告 名称叫做七龙珠待马 预计会在24年的秋天开播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非常期待呢? 作为一个七龙珠的粉丝 今天就来介绍一下 这次的前导预告片里面 会有什么内容呢? 让我们开始啰 首先开场就让我们看到七龙珠的历史 一路从悟空的少年篇 到现在最新的superhero 看得让人十分的感动啊 紧接着就是七龙珠待马的内容 这次的时间线设定在历篇之后 潮篇之前 所以并不会出现我们所熟知的 自在吉异宫 或是超级赛尔兰 这些都不会看到了 毕竟是在超篇之前嘛 也就是说这次的时间线 大约是在2008年所推出的OVA 归来悟空与他的伙伴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 最后找时间来介绍一下这集OVA好了 说回戴马的内容 开头就让我们看到本作的新角色 正在窥探着服务篇的过程 目前并没有公布他们的名字 也不知道是正派还是反派 只知道旁边的位看起来就像戒王神一样 不过并没有佩戴波特拉 说不定像扎马是一样 只戴一只耳朵 这就不得知了 接下来就进入了重点 神龙出现 实现愿望 大家变成小孩子 这边就有一个小插曲 贝吉塔曾经说过 纯粽的赛亚人在出生之后 发型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悟空的发型也不会有任何变化 骗谁啊 贝吉塔小时候是有刘海的啊 不过到剧场版布罗利的时候 那神奇的刘海又不见了 所以贝吉塔到底有没有说谎呢 这就不好说了 变成小孩的人不光只有悟空以及贝吉塔 而是我们所熟知的角色 全部都变成小孩了 而本身是小孩的角色 就变成婴儿时期啦 这边就简单提几个 让我比较惊艳的角色 首先就是 撒旦先生 作为契用朱里 幸运值最高的角色 没想到在小时候 长得还挺英俊的啊 舒适是有让我惊艳到啊 再来是龟仙人 虽然现在的外表看似小孩 但实质就是一个色劳头 不知是否可以使用小孩的身躯 开启权力模式呢 毕竟她可是规范气功的创始者啊 最后是18号 作为契用朱里 颜值担当 又是第七宇宙的女神 只能说就算是小孩的外貌 也隐藏不了她的美貌 而鸟三名表示 呆嘛这个词 日文的汉字写作大魔 英文类似恶魔的意思 本桌的故事是悟空与伙伴 遭受到阴谋 而导致变成小孩 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要前往未知的新世界 可说是GT2.0啊 并且鸟三名有参与这次的故事 以及大部分的设定 说不定可以看到新的形态呢 就让我们好好的期待 24年秋天的开播吧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啰